第1690集 这连带着曹德呢 也是名动各地 因为有人拍了他照片 正肯二族金黄油亮的大腿吃呢 这个特写镜头实在是震撼人心 看到没 曹德 天下第一名山这一世的传人 将二族大腿烤熟了 吃的那叫一个香啊 对啊 对啊 他又名曹达 天下多时沸腾了 无论是天堂早报 还是太医报纸 一或者是通古期刊 全都在头版头条刊登图片 重点报道这一情况 比如 天堂早报 就是这样吸引眼球的 好外 好外 李大师弟 曹达出事 曹德大圣先斩七死生 又吃二族腿 与其是一起 要与五丰子一脉死磕到底 又比如 太医报纸上刊登有 京士密文 使前大黑手 李达回归 再次对宿敌下黑手 太医死 转世成曹达 楚风看的是一阵无语 这一大早上呢 他算是彻底出名了 来到战场边缘 找个有网络的地方 迅速连接上 顿时看到各地的报道 显而易见 他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曹德之名传天下 想不让人谈论都不行 他赋匪 这些报纸都是震惊布的吗 一个比一个夸张 忒离谱了也 他盯着那张自己 啃二组金黄大腿的照片 一阵无语 这角度拍摄的也太刁钻了吧 突出他血背的牙齿 还算英俊的面孔 写满了冷裤 现在 都有人开始称呼他为 屎腿摸了 他很想说 九号最喜欢吃人大腿 好不好啊 曹德之名传天下 上一次 姬大德成为赏金最高的通缉犯之一 臭名昭著 让各地沸沸扬扬 也不过如此 眼下 曹德之凶名不弱于姬大德之恶名了 九号自然也被人热议 他是焦点 结果呢 他很不高兴 强调自己真没杀北方那个老二 只是去捡腿而已 到了后来 他居然为此直接背上 威胁五疯子第二弟子那一脉的所有人立刻给他辟谣 这一幕让楚风都无语了 九号这是一本正经的吗 啊 这一脉的人毛骨发寒全都被吓得不轻 这个魔主般的活尸都拎着二族的腿离开了 为了辟谣居然又一次降临恫吓他们 当天 这些人对外澄清告知世人 二族自己蜕变失败 从而肉身瓦解 并非九号所格杀 这外界谁信呢 人们一致认为这是九号逼迫使然 同时 人们也被雷了个外交理呢 这是故意的吧 啊 凶残的九号在挑衅五疯子 人们越发意识到 若无意外的话 天下第一名山的生灵 必然要与五疯子 有一场撼动古今的绝世大战 舅师傅 等得住吗 看样子 五疯子必然要出事啊 楚风小声说道 二族被抬走了 举袭被送到五疯子的闭关地 他那么凄惨 多半会激发出改式风魔出关 再加上 外界现在推波助澜 各种报道不断拱火 两大强者必有一战 拍不死他 就跑路 九号说道 没有一点心理负担 三方战场上气氛很诡异 九号停住两天 在这里不走了 偶尔出来溜达 必会让各方头疼于惧怕 期间呢 楚风又一次烧烤 眼睛新头来的散修 他很热情 取出二组的血肉 当众涂抹调料 烤的肉香飘出去半个莲莹圆 肉质缭绕着惊人的黄金光 可谓是一场滔铁盛夜 然而 九成九的人都正金为作 不敢动筷子 开什么玩笑 谁敢吃啊 楚风不以为意 他压根就不是想请这些人 而是为了让混在人群中大黑牛 与财子吕薄狐 品尝真摇 前生为兄弟 此事也是有口福同享 当然 他的手法很隐蔽 为兄弟送的美味 夹在别的肉质中 所谓饕贴圣宴 自然有其他食材 这一天 九头鸟族的神王 赤风发狂 三头神龙 云拓长豪 显然又被打秋风 被曹德强行借走一部分腿肉 这让他们气得浑身都在哆嗦 真想击杀曹德 这完全是将他们都当成肉鸡了 想吃了就来割肉 散兄们硬着头皮 吃龙族 九头鸟族的红烧肉 羹汤等 他们是打死 也不敢去吃二族的肉 退一步 为了给曹德大摸头面子 去吃另外两族的肉 那可真是嘴里飘香 心中打鼓 很可惜 楚风依旧没有能与大黑牛 与老驴 吕波虎交流 连暗中传音都没有 因为 这片战场上的强者都太离谱了 可以捕捉人的精神魂光波动 单向传播信息 都可能会被截取 楚风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两个兄弟暴露 步入险境中 这一天 他再次催促天尊 齐荣 他要进秘境中 去收割自己的造化 一刻也不想等了 齐荣 天尊几经沟通 确定下来 秘境即将开启 同詹州与贺州的高层 沟通的差不多了 划定出范围 楚风喜悦 他收获的时刻快到了 同时 他想在秘境中 同吕波虎 少女兮 大黑牛等人交流 畅谈一番 此外 若有机会 他还想跑到 湛州的秘境中去 同硬小小等 其他故人相见 此时此际 楚风心中非常激动 一刻都不想等了 他知道 战场上风云变幻 说变就变 应及早进秘境 趁九号还能镇住此地 谁都知道 五疯子注定要南下 必然要对九号下手 这个盖世风魔无所畏惧 就是黎达再生 他也会杀来 事实上 这两天外界早已一片宣飞 从网络上 到阳间各地 各族各教 无不再谈 可谓是局势注目 都在密切关注三方战场 没有人相信 这一战可以避免 这是进谷以来 第一次绝世强者大碰撞 注定要撼动 整片阳间 大战还未开启呢 各地早已热烈起来 天下躁动 从茶馆到酒楼 再到那些摩天大楼 会所等 全天下都在谈论 有人坐庄 设下赌局 让人压住 可以去赌谁赢谁输 目前看来 买五疯子剩的人很多 一世界 天下不能平静 很久没有如此了 局势都在关注一件事 在各地 在一些现代城市中 巨大的屏幕 海报 投影等宣传资料 到处都是 在热炒这一战 显然 开设赌局的不止一个庄稼 都想借这一轰动 整片大界的世界 捞上一把 五疯子绝对会出关 要去跟天下第一名山 做个了断 这是史前那一场 巅峰对决的延续 许多人都这样认为 史前时代 神话中的神话生物 五疯子与 李达是宿敌 天生对立 人们认为 这是那黄金时代 激战的延续 如今要走进尾声 有一个结果 较为可惜的是 不是李达亲自出手 不过 想来以他师门的抵御 九号出世 也不会坠了名头 全天下的人都在期待 都在渴望这一战 从少年进化者 到异族的鼻族 但凡还活着的老孤董 不少都复苏了 到了他们这个层次 想向前走一步 实在是太艰难 毫无疑问 五疯子这种生物 若是出世 与九号拨杀 两者经验大对决的话 或许能让他们 看到模糊的前路 其实 不止阳间各大道统 以及富有盛名的世家等 甚至涉及到 禁地中的生物 都被惊动了 这就显得有些可怕了 有人看到 某禁地中 有异动 有生物 走出来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